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字在王树生之前 徐世友后来和老人回忆的时候说 那时候 我是无门无派 我就是觉得当兵打仗 不听上面的要吃亏 曾中生他们太书生义气了 党内除了主席 谁也不是张国道的对手 老张 徐世友一生都称呼张国道位 老张手很黑 一般人都读过他 说徐世友不服毛 只闻人瞎扯 但徐世友在延安批斗张国道的大会上一直想不通 据说是毛泽东出面挽救他的 还有的史料想说 徐世友不服毛 准备带兵离队等等 老人跟我说 那都是文人瞎扯蛋 接着 他就把徐世友和他说起的这件事讲了一下 张国道 徐世友自己说 我敢带兵出逃 我们党是什么样的大 军队就归你个人所有 他的这三个问句 确实让那些编故事的人无法回应 真实的情况是 徐世友的确想不通 为什么下死利器整张国道 他认为老张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要不 怎么四方面军还会有八万多人 后来 他在会场上说了自己的这个看法 立刻遭到痛打 林彪 肖华还说要枪毙他 幸福只是老战友了 居然听了林彪的话 还把枪拔出来 徐世友气的大骂 老子不干了 老子去学梁山好汉 落草为后曲 其实就是这句话后来被以恶传恶的演义成为 许带兵出逃 或者本人出逃 毛泽东知道后 亲自去看徐世友 和他谈了三个小时 整个过程 徐世友始终没有正面说过 他就是说 主席真有水平 比老张强 我觉得跟着他干 能行 弯子就转过来了 毛泽东从徐世友那里出来 说 以后 谁也不许在南北 是有同志 认识错误都要一个过程 在以后 批判张国道的时候 徐世友也进入了积极揭发的行列中去了 这是毛泽东和徐世友相知的开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